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看得出来我小时候的理想就是要当企业家吗 因为我们小的时候都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志愿 那个时候我写的就是我要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 因为我听到人家都说奸商奸商 无奸不成商 我听了就很不服气 我想就以后要当商人要证明 诚信 坦坦荡荡的也能把商业做好 那有这样的理想当然要付诸行动 所以我回外婆家 这些表哥表妹回去外婆家是去玩耍 我是去做生意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本钱28块 然后那个韩基藤 本钱28块让人家戳 一支是五毛钱 然后有80支 结果可以净收入是40块钱 扣掉本钱28块 赚12块 我是从这个小本生意开始做起 我就很奇怪说 人家小朋友回去都是去玩耍的 结果我居然是回家去赚钱 从这里了解到 人都有过去生的习气 的一个习惯 可能以前上辈子是做生意的 所以这一辈子也想好好去 在商业界发展 那随着这个年龄不断的成长 刚好遇到我的老师 四近空老和尚 那透过老人家的教诲 我们慢慢去了解到 一个社会民族 最需要的是教育 而这个教育 那绝对不是说 是狭义的 老师才是教育 我们现在对很多的事情 要了解它的实质 不可以只了解到它的表面 教育两个字 在整个我们的古字 说文解字这一本经书当中 谈得非常地清楚 谈到交织 我们整个文化 我们的圣贤祖宗们 他们有高度的智慧 他们透过文字 透过符号 可以把人生最重要的道理 把它完全地显立出来 这个说实在的 全世界这么多民族 仅此一家 别五分号 真的透过文字符号 就把人生最深的哲理 最关键的哲理点出来 其他的文字都不可能 有这样的智慧跟神秘 这个都不是偶然的 我们看这个交织 右边是两个叉叉 下面是一个孩子 一个小孩 把它广义解释 就是我们的晚辈 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下属 整个我们在学习 传统文化的过程当中 要理解到 传统文化的道理 它小到个人家庭可以用 大到企业天下 都不会跳出这些原理原则来 绝对不是说 这个道理 这个公式 只能在个人用 家不能用 团体不能用 不会的 整个我们 五千年的 这些沉传的文化智慧 它是大到不弃 真正人生的真理 道理 它不会局限在某种 范围里面 才是真理 真理 它既是真理 它放诸四海皆准 我们以前学习 太强调标准答案 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的思维 很难用感悟的 体悟的 有时候都变成机械式的 这个是我们 在整个学习过程当中 要去理解到 我们整个吸收的状况 很少用心去感悟 心一感悟 比方说 我们了解到 对父母要有恭敬心 这个感悟有了 心境就柔软 往后对一切的长辈 都懂得去恭敬 一物 心境一提升 对一切人事物 同时都提升 这个跟我们 应试教育的学习 是不一样的 但是问题是 假如我们学的 都是这些知识 都背这些知识 但是呢 都没有用在 人与人的关系上 也没有用在 生活处事上 这个时候脑筋 就会越用越呆板 他的脑力 都用在考试上 没有用在生活上 我们的感受能力 是在提升 还是在下降 你看当一个孩子呢 他都只是想着 我只是分数考好就好了 这个时候 他能不能感觉到 父母的心境 能不能感觉到 同学的心境 都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是 从事教育的人 对孩子的心性 特别留心去关照 我们绝对不是只 关注到说 他今天年龄成长了 他身体变大了 他学历提高了 不只是这样 他的心境 是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设身处地 还是他的心 是越来越自私 有一位中学老师 他学了弟子归以后 觉得这个德行 对孩子的一生 是很至关重要 当孩子考完 试以后 刚好有一段 几天的空档 很多老师就放牛吃草 哇 让这些孩子 要怎么玩就怎么玩 其实很可能 那几天玩了以后 那个心都不知道 飞到哪里去了 反正你们已经考完了 让你们先痛快几天 老师没有去想到呢 他们的心不知道 会迷失到什么程度去 没有考虑 结果这一位老师 就借由这几天 好好地给孩子上弟子归 引导他 启发他的孝心 启发他的善心 结果上下来 这个老师很惊讶的一点 是考试前几名的孩子 特别会考试的孩子 听到明子迁的故事 听到大顺这些孝道的故事 眼神呆滞 然后听了一段以后 说老师啊 你讲这些东西 考试不会考 我们很冷静来思考一下 当我们交给孩子的东西 他只想着服务考试的时候 请问他的智慧是提高 还是下降 是哦 我们看不到孩子的心性 我们只看到我们在乎的分数 学历而已 这样我们可能没有抓住根本 所有的努力的结果 都会化为乌勇 当一个孩子孝心 没有启发的时候 他不懂得孝顺 他对家庭没有利益 当一个孩子孝心 没有启发的时候 他有没有可能忠诚于他的职务 也不可能 为什么 忠诚出于孝子之门 为什么现在企业界 这么努力的要找人才 要栽培人才 很难 因为忠诚人才的根源在孝道 所以整个企业界对人才的觉醒 将可以利益到教育界的方向 不然这个教育忽略的德行 偏得太严重 拉不回来 但是父母 他也是很爱护孩子 我的孩子有个好的学历 他以后才有个好的套路 好的工作 作为长辈朋友 这个思维对不对 不见得对 他有高的学历 不代表他能把做人做事做好 所以才延伸出来 高学历 高失业率 高不成 低不就 不懂得敬忠 也不懂得要谦卑 哇 学历变成他的障碍 这个都要值得我们去思考 整个社会 各个行业 其实都是息息相关 企业界对于教育界 它有一个指导作用 所以企业界对德行 对人才的觉醒 那是对一个社会民主的一个福分 在深圳 有一家企业 他招一个高级主管 在深圳 年薪至18万人民币 等于是台币是70多万 这个在大陆算是高型 他应征的人才条件里面 有一条叫俗读第四规 他找的是管理人才 管理人才 首先要能自我管理 假如这些生活家庭的规矩 都不懂 那他怎么去管理别人 结果就因为这一个老板 在招生栏 强调要赎背地质规 结果很多人看到这个应征请示 连地质规是什么都不知道 突然间深圳的很多大书局 都有一群人跑去说 地质规是什么 你们有没有卖地质规 不知道有多少人开始看地质规 读地质规 假如这个其中有一个人 因为看地质规 孝心起来了 哇 这个企业家怎么样 功德无量 因为这个人的孝心起来了 也等于是他一个家族的命运改变 他以后是人家的爸爸 也是人家的爷爷 企业界的价值观 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非常大 刚好有一次我回高雄 好像是去年的事情 结果我刚好坐上计程车 上车以后 这个计程车司机 他就跟我聊起来 这位先生就说 你看现在很多政治人物 都是磨自己的失利 然后讲话没有修养 常常骂人 结果这些年轻人都跟着学 社会风气都受他们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的体会是什么 他的体会是 教孩子只有学历不够 要有德行才好 他们假如没有德行 你看社会地位越高 对社会的危害越严重 一个计程车司机 他为人父母 他有这样的反思 我们常说 我们文化里面很强调后道 什么是后道 后道就是 我的孩子最起码不能伤害别人 最起码不能危害这个社会 这个是后道 他能不能有多大的发展 那个另当别论 最起码他不能去伤害别人 不能是这个社会的负担 而我们的孩子 没有德行 他必然是他人的负担 所以这个计程车司机 他就说 一定要重视孩子的德行 他就自己主动 到书局去找书 找一本可以教育孩子德行的经典 好 诸位长辈朋友们 大家想想 他会找到哪一本 你都会痛哦 真的耶 人有善愿怎么样 天必从之 他自己去挑 挑到的是嘉训的 这个算极大层的地址规这本书 主位老师 主位帮友 不是因为我学地址规我才这么讲 大家看得出来 我不像卖瓜的 老王卖瓜 自卖自夸 我不是卖瓜的 但真的 因为这一本书是依据孔老夫子在《论语学而第一》的第六章 那一句 弟子入则孝 出则涕 谨而兴 犯爱众而轻人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这一句教诲 那是夫子面对他的学生 面对大众 提出来人生最重要的七门学问 依据这七门学问 把它编成这一本地址 等于是 所有圣贤人历生处世的智慧 刚举目掌 结果他找到这本书 觉得很好 然后刚好那一天 交流得很高兴 我的包包里面 还有一些光碟 这个时候 你如果没弃强 我跟他交流一下 顺便把我 我师长的 一些网站 就告诉他 他非常高兴 人生的缘分 说实在的 不是外面决定的 是我们的心决定 当我们的心念 都是一些欲望的时候 就引来人生的祸患 当我们的心念 都是要利益家庭 利益社会大众 这个善缘就被自己的心念 给引过来 我记得我刚毕业的时候 都是想着赶快赚进人生的第一个五百万 都是想自己 自私自利 刚好自己福又比较薄 幸好福没有很厚 因为有时候福太厚了又自私自利 刚好命理又有 赚来以后还觉得 你看我本事多大 就骄傲了就麻烦了 幸好福不厚 都赚不到钱 然后一年换了快十个老板 讲好听一点 是把老板给fired掉 那个叫打肿脸充胖子 自己干不好 还死要面子 我爸爸在我毕业那一两年都跟我说 哇 你经验丰富 换那么多工作 你的名牌都可以列出来了 名片 人生没有福 做什么都做不成 结果后来 因为跟着师长学习 师父说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要从心地改起 从自私自利 转变成能为人设想 结果这一个心念 很多好员就来了 我就接到去代课的姻缘 还没当正式老师 就赶来很多非常有经验的 好的老师 把他们几十年的宝贵的智慧 很无私地就教会给我们 因为在各行各业非常突出的这些长辈 他们的心量都很宽 他们是希望社会 希望国家 而不只是局限在他自己的私利 所以这一次呢 有非常多的长者来参与这个课程 很多年轻人 要发展事业 而且那个心量 我就是要能成为这个行业的榜样 改善社会风气 学为人师 行为事半 假如我们年轻的企业家 是这样的心境 可能这几天会遇到很多 在企业界的大菩萨 突然有人开始 不可以 有眼不是太善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只是想多 能够好好提升自己去利益他人 结果这样的心念赶来人生很多贵 我之前到了澳洲去 希望能够为教育界奉献一份心力 结果杨淑芬老师 他就站在讲台上 教我们德语故事 然后卢淑芬 他是企业界的 很有成就的一位专家 他就刚好就坐在我的旁边 这一些都不是偶然的 都是我们的心赶来的 所以人生一明白这个道理 他就不惶恐 他就不去攀缘 不去求人 要求谁 求自己 而我们学习 非常重要的一点 学贵以励志 有远大的志向 学习就会学得有成就 假如志向很小 那这个学习很难得利 诸位长辈 朋友们 我们在企业界发展 要跟谁学习 要跟林尚沃先生 大家有没有看过商道 虽然他是韩国篇 但是他也是依循我们古圣先贤的教 在东方的商业界 最推崇的两个人 一个是韩国的林尚沃 一个是近代清朝的胡雪岩 其实应该在推到春秋时候的范礼 陶朱公 中国人称他是财神 其实林尚沃先生 这个胡雪岩先生 都有承传这个精神 真正都是广施恩德 给他的下属 给所有的这些 他的消费者 甚至是人民社会大众 而林尚沃先生 好像那个时候经营企业 他所交的税收 是韩国整个国家 一半以上的税收 那么大的企业 他所遵循的精神 最重要的就是 那一颗爱心 那一颗对社会的责任心 所以林尚沃先生说 做生意 不是赚取金钱 而是赚取人心 因为有了人和 有了广大人群的肯定支持 做什么事情 一定会有成全 所以孟夫子说到 天使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这句话其实展开来 对我们事业的成败都是关键 我们来看看 其实在面临我们 事业发展的过程当中 很多的事情 假如是为了把产品做好 很努力一天干十几个小时 很可能还不觉得很累 因为做完之后 就会有好的成果 最累的是什么呢 最累的叫内耗 反而是人与人 这个同人之间 常常在那里是非人我 互相看不顺眼 然后互相在那里闹脾气 那个最折磨的 那个一两天 可能一支牌头发就出来了 但是假如大家 众志沉沉 互相像兄弟姐妹一样 干到三更半夜 都觉得很痛快 然后做出成果来 举杯庆祝 太好了 团结就是利点 真正的人和 是最大的关键 所在 好 而当我们在经营一个事业 我们的定位 就是要给社会国家 一个好的榜样 这种格局 赶来的同仁 都是比较有胸襟气度的同仁 在日本企业界 很有名的 松下信之助 你看 他的企业 虽然他已经离开了 可是因为他带出来的人 心胸都非常宽广 松下信之助给他的同仁 给他的员工讲 我要 跟你们规划的 是两三百年的一个愿景 诸位朋友们 大家在新进员工的时候 有没有告诉他 我们来规划一个几百年的愿景 这个新进员工说 老板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老板 假如一个企业 因为我们不在了 他就导览 请问我们这个企业 算不算成功 这个我们中国话讲 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 一个家庭 假如没有我们 这个家就完了 一个企业 假如没有我们 就完了 我们的成就等于零 我们没有远近 我们没有责任心 能想到未来 所以责任心三个字 意义很深远 一般说 我很有责任 这个家庭没有我 就完蛋了 你看一个妈妈说 我才出去两三天 他们都快饿死了 我一回家乱成一团 然后孩子说 妈 我们一天都不能没有你 然后那个妈妈高兴的办事 我太重要了 这个地球没有我就不能转 这个是不是责任心 这个责任心太短浅了 我们人生要明白一个道理 就是人生无常 人生无常 各位朋友 你有把握你明天还活着的举手 明天谁也没有办法预料 你看黄泉路上 舞蹈上 第一天讲的 说得这么坏点 你看我们人生都不想听实话 就会造成很多遗憾 确实人生是无常的 谁也不能保证你能够活到多少岁 真正有责任心的 是当我离去的时候 我的孩子能生活得很好 我的亲人能生活得很好 因为该教给他最重要的人生态度 我已经教给他 而不是让他形成对我的依赖 假如今天他依赖我 我走了 他没有办法生活 我不是害了他吗 我说爱人 还要有智慧 爱之不以道 是所以害之也 这一句话是从知智通见出来的 这是一本很重要的古籍史书 一讲到历史 其实对我们的人生非常重要 我们人生才短短数十函数 所能累积的经验有限 我们常常听到中年人 四十几岁五十岁说到 假如人生再让我重来一次 我一定不会犯很多错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有一个关键 人生能不能再重来 不行 人生有时候往往下错一个抉择 这一生都爬不起来都有可能 那我们又凭什么经验来下抉择 假如只凭我们三十年四十年的经验 那显然错误的几率高 所以企业界 企业成就的比例只有两成多 五家有四家会倒 只有一家会折 那为什么倒得多 因为他判断错 那我们是要以五千年的智慧来判断 还是只是我们自己几十年 在整个历代的朝代 最成功的 那首推是唐朝 你看唐朝成功到 邻国都尊称唐太宗为天克汉 那个施语的恩德 让旁边的邻国都很佩服他 而唐太宗有一段话 是很值得我们去体会的 唐太宗在未曾离去的时候 强调一句话 以同为敬 可以正一观 我们照照镜子很重要 因为假如这个扣子没扣好 走到公共场合去 人家一看怎么连穿衣服都不会 就有点失礼 以古为敬 以古代这些历史的借敬 来启发自己 可以知心替 一个朝代为什么新 为什么衰 跟一个企业的兴衰 绝对是同样的道理 那这几千年 我们都可以得到非常大的启示 而以人为敬 人也像一面镜子 可以名得失 这样人生可以少走很多的冤枉路 而古人是绝对读一些重要的历史经典 但是我们在这几十年当中 我们自己华人很少读历史 甚至说实在的 读历史都拿来干什么呢 都拿来考试的 考完以后 全部都还回去了 我们的学习 都跟人生不大有关系 读到最后 得力很少 刚刚跟大家讲到的 那个考试前几名的孩子 听到这些德行故事 没有感受 然后告诉老师 老师你不要再讲了 这些考试不会考 我们到底是在启发孩子 还是在把孩子的物门给他堵住了 反而是很多中等成绩的孩子 听到老师好不容易谈这些德行的故事 因为刚考完试 越听越有劲 眼睛都瞪得大大的 还边听还有流眼泪的 突然这些孩子跑到前面来 老师下次再给我们讲一点吧 我以前曾经听过企业家 企业界的人在讲一个情况 他说那个当老板的 都不是第一名第二名的 反而是那个读书读的不是很好 特别会替人着想 人际关系很好的 都做老板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这个现象 反而是只会读书的 他只能做高级工程师 他专在这一个地方 其他的人与人沟通他不会 甚至于每天打电脑 他能在电脑当中跟人沟通 但是看到人不会讲话 现在这个情况越来越普遍 我之前听美国一个案件 就是在道路当中发生 杀人的情况 这些年轻的孩子没什么感觉 没什么反应 为什么 因为他每天在电脑上玩游戏 那个杀人游戏打太多了 他也没有立即有什么反应 反而是回去家里 上了电脑才开始发表意见 他已经习惯要坐在那里才会沟通 这个都很值得我们 为人长辈父母的人 很冷静来看这些现象 所以刚刚我们提到历史的重要性 提到唐太宗的这一段话 那我们应该来好好读读历史 而这一句话是知智通建里面的话 而我们刚刚讲的大道不弃 这一句道理放在哪里可以用得上呢 所有人与人的关系都用得上 我们今天要爱护孩子 我们今天要爱护学生 我们也要爱护我们的员工 越爱护他人越有福分越有德行 其实一个企业能不能远远流长 关键不是他的制度有多好 关键也不是他有多少的财富 我们很冷静去看 现在很多大的企业 连营业额超过千亿的 他都有可能在一夕之间倒掉 在2001年我们都很熟悉的 安然集团 请问千亿是不是保障 不是 请问五百大排在第七名 是不是保障 也不是 只要无德 很容易就倒下来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 诸位朋友没有读过 《见太宗十诗书》 那个《魏征勸借唐代宗》的十条 那个对起立记很重要 那个是一个人要把领导当好 最重要的十个精神态度 我们考完诗都把它还回去了 你看我们以前念古文的 念到一段说 读诚勤表不哭者不笑 读初诗表不哭者不忠 读十二郎文不哭者不听 大家有没有读过这段话 这几句话是提醒我们 那些文章真的能启发 人内心深处的那一份感恩 那一份小心 那一份忠心 结果我们把它拿来考试了 考这一题我绝对答对 可是我没哭过 这几篇文章真的会赚人热泪 以后应征下属的时候 你要问他 你有没有读过曾经表 你有没有读过初诗表 有 你读初诗表最感动的是哪一句话 他假如答不出来 他一定没感动 像我就有感动 大家看得出来我蛮像忠诚的吧 你看那个忠诚 孔明讲 受任于败军之际 奉命于危难之中 你看那种气概 刘备那个时候是被打的 落花流水赶快跑 你看孔明站出来 只为报他的知欲之恩 假如有一个下属 把你的知欲之恩 一辈子都不忘 你能用到这样的下属 你冒失 保证你真的 只要有他在的时候 你可以一半的烦恼都解除掉 孔明写这个初诗表的时候 他已经扛了这个重任 二十一年的时候 他说 儿时二来有一也已 二十一年 我每天战战兢兢只怕什么 孔托父不孝 我只怕呢 当我表现不好了 那我的君丧 刘备看错人啊 人家会笑他看错人啊 我不能羞辱我的君丧啊 让后人笑他用错的人 只为了还刘备这个知欲之恩 你看这是忠诚 所以诸位长辈 以后应征后可以这么应征 不要说我说的 不然那些大学生会来揍我 出什么说主意 一下就把我们的底都给卸了 包含曾经跟 这个教育界的同仁提到 我说您今天假如是 评议委员会的 专门评选老师 或者你是校长 评选那个刚进来的老师 要怎么评选 你就问他 什么叫教育 看他能不能答得出来 假如教育都答不出来 请问他要干什么 他来这里干什么 他都不知道教育是什么 他怎么教育 说到这里又是我的伤心事 想当初我回到故乡 要去考教师资格 其实我已经是正式老师了 后来因为辞掉了 然后又去考 不好考大家都知道 就在我考对面的学校 191个人去考 录取21个人进富士了 考下来之后 我侥幸进去了 这21个人当中 只有一个男的 大家都知道 女孩子的笔特别厉害 写生论底 女孩子比较厉害 幸好我以前念三民主义 念得还蛮认真的 你看三民主义 特别会生论 思想信仰力量 都可以把它写上去 勉强进去了 结果我要进去富士的时候 那个校长坐在那里 我一走进去三个校长说 哎呦 今天还有男生来啊 哇 我在那里想 十拿九文 旁边他们学校的老师说 哎呦 我们学校最缺男老师 害我在那里高兴半天 都快要打电话回家说 鞭炮先买好 结果呢 一面是 中间这个校长 跟我对冲 就开始问了 有没有行政经验啊 有没有参加过比赛得奖啊 有没有什么特殊才华啊 我就什么才华都没有啊 他问我就摇头 摇到最后都问不下去了 他就一体没有问我啊 有没有爱心呢 一个老师最重要的态度是什么 爱心啊 最重要的没有问 都问那些姿务 请问老师那些才华要干什么 代表学校去比赛 那校长室里面 冠军亚军奖牌多了 就叫办学成功啊 学校是栽培越多 全心全意 为社会服务的人才出来 这才是这个学校的成就啊 而不是熊中多少人 熊女多少人 台大多少人 你看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观需不需要思考一下 需要啊 请问这个熊中 当然我是熊中毕业的 我也是很怀念母校 但是我们今天 看事情要看得住 请问 台大毕业就是个好爸爸吗 假如我们的学生是台大毕业 结果他 不是一个好儿子 难道我们还会拍着胸脯在那里很光荣 你看我那个学生是台大毕业 讲不出来啊 假如我们今天栽培出来的学生 他是博士毕业 可是他离婚了 我们会不会觉得很光荣 我们希望的 我们着眼的是一个晚辈 一个孩子一生的幸福啊 不能超短线啊 超短线玩股票都会输 对不对 这个我没经验啊 短视尽力啊 投机取巧都不会有好的结果 那专注的是 他这一生德行的更进 他这一生能不能 经营好他的家业 他的事业 他的人生的根基 我们为人父母 为人长辈的眼界越深远 你的孩子越有福分 那刚刚跟大家提到的结果 因为他没有问我 有没有爱心 所以我都是摇头 没有点头 最后的结果大家也知道 我就没离去 被去 后来 我就背着行囊 离开了我二十多年的故乡 所以我因为有这样的经验 所以建议很多在学校的 这些领导的 长官们 能够以后面试的时候 先问什么是教育 好 我们待会来讲什么是教育 好 那 这个我们刚刚提到 要读历史 然后每一句话语 它是大道不弃 今天说爱之不以道 是所以害之 这个不只是用在对孩子 其实用在对下属 也是一样 甚至于用在对自己的另一半 或者是学生 都是这样 我们刚刚讲到的 什么是责任心 我曾经在年轻的时候 听过一个报道 当然我现在还不算老了 岁月不老人 我现在四舍五路也已经 四十岁了 听到有一对很恩爱的夫妻 大家看了都很羡慕 突然 他的先生意外去世 结果他的太太 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 过没有多久 自杀身亡 好 诸位朋友 请问 他的太太会自杀 谁造成 除了他自己以外 他的先生 是不是促成这件事的原因之一 是 因为他们互相相爱 是一种情欲的爱 而不是道义的爱 他那个责任 是对方没有他不行 他看得太短 他没有看到 当我不在的时候 对方还能生活得很有意义 这个才是真正的责任跟远见 而在夫妻相爱的过程 事实上是让对方更依赖 更堕落 我不知道 爱之不以道 是所以害主 因为刚好有机会在佛门学习 我曾经听到一个例子 让我非常地感动 有一对夫妻 她的先生是 学校里面的主管 好像是教务主任职位 她的太太是家庭主妇 把家里料理得很好 两个夫妻出去 这个太太都是小鸟依人 都是躲在先生的后面 但是刚好有一天 她的太太接到一通电话 接起来 太太电话那一头说 你先生出这部 当场死亡 她的太太接到以后 连哭都没有哭 马上非常镇定 赶到现场 因为她清楚 生死是假的 生死是假的 生死就像穿衣服一样 就把衣服脱掉再换一件 问题是你这件衣服要换更好的 这个才重要 我们近代特别遵从科学 好像科学不能证明的 都不能相信 其实现在有未来是 这个是科学证明的 大家现在走到书局去 都可以看到 整面的桌面上 全部都摆着 前世今生 摆着 证明人有过去生 也有什么 未来世的书籍 我记得我念大学的时候 那一本前世青生 震撼世界 而且那个作者是天主教徒 在他的宗教里面 是不承认有 这个三世的 未来世 可是因为他看到太多的例子 他自己印证的例子 不得不让他把这个 他的行业道德的勇气 把这个真相公诸于世 所以这几十年来 研究的非常多 大家有机会 可以去看看 其实人知道有未来事 他就不敢造恶了 现在人为什么做坏事 眼都不眨一下 他觉得反正我死了就没什么了 这一辈子 干多少坏事都没关系 就麻烦了 所以鲁道士三教教会我们 让我们的民心存疲 现在没有这些教育 人都肆无忌惮 很不好 这个太太明白到 有未来事 当下她没有哭 她只想着 我现在我的先生 她的灵魂 最需要的帮助是什么 真爱 没有把自己放下 哪来的正爱 往往我们在面对生死的时候 哭得很伤心 主位朋友为谁哭 那为自己 不是为王者哭 真正为王者绝对不哭 因为我们越哭 他越挂爱 越割舍不下 越障碍他 往好的去除去 结果你看 他很镇定 感到现场 对着他的先生说 你什么都别担心 妈妈 父母 孩子 我一肩扛起 都会把他照顾得很好 你当下一心一意 跟着阿弥陀佛走 就在路边 都没有动他先生的尸体 因为一动他很难受 那个像乌龟脱壳一样 很难受 通通没动他 就坐在那里 给他念好几个小时 我在想 他的先生当下 他太太这种 完全纯然的一种 道义之气 一定会让他的先生 非常感动 他的先生在那一刻 完全在他太太的道义之中 很可能念着那一句佛号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当下 真的 这个夫妻 真正的道义是 怎么样去成就对 怎么样在没有自己的时候 对方还能过得很好 这个是用道 在爱护另一半 相同的 今天人生都有缘分 并不是说我们的下属 他这一辈子就一定在我们的公司里 他有可能因为结婚的因素 有可能因为家庭的因素 他没有在我们公司 但是 我们在教导他 在跟他 共事的这一段期间 都想着 我要把最重要的人生态度交给他 而当他离去之后 对我们这些 曾经的领导的感恩 是与日俱整 哇 这些最重要的态度 都是我曾经年轻的时候 这一位上司告诉我 每一个人 当曾经接触过他的人 对他都是这种感恩 你看他的事业会不忘 他整个家庭 整个他的公司 都是一片祥和之气 当一个新进的员工 看到你十年前的下属 跑来 领导你好 哇 在那里拿着水果 感谢你 提到 我这十多年来 因为你的教会 得到多大利益 你看那些新进的员工 会不会感动 会啊 那我们有的人和 做什么事都好 好 那我们这一节课先讲到 大家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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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影响会很大 因为现在企业界 商业界 占整个社会人口的比例 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企业界能兴起 伦理道德教育 将对我们的社会 产生很大的 一个向善的力量 我跟周永山老师 我们算是抛砖引玉 我们都很缺乏一些 企业宝贵的经验跟智慧 所以希望 透过这一次 能让更多有智慧 有经验的企业界的 这些长辈朋友们 能一起来投入 企业传统伦理道德教育 复兴的这一个工作 那在我们整个几千年的 历史长河当中 很多非常宝贵的教会 像魏征 劝唐太宗的话当中 一开头 那一段话 我们印象也很深刻 深刻在 我们的老祖宗 他们不只跟人学习 他们时时从天地万物当中 去反思 去得到启发 所以我们很常听到的一句 是满朝损千寿意 谦虚得到很大的利益 其实在我们读到 这一句话的时候 第一 我们要关照自己 有没有具备了谦卑的人生态度 第二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企业团队 有没有具备这样的态度精神 那才会受益啊 人要不谦虚呢 要不就是傲慢 一念之间 祸跟福啊 就分开来了 所以一念影响的层面是非常大 因为思想决定行为 决定命运 一个人的思想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一个领导者的思想 就决定了他团队的命运 一个父母的思想 也决定了他家族的命运 所以武圣先贤呢 他们谨慎在思想观念上 我的思想观念呢 对不对 他们强调好学 因为要好学才有智慧 才不会把路啊 给引错方向 那老祖宗交代的谦虚非常重要 而我们也从 他们的教诲当中呢 看到 他们对于天地万物 都有谦卑的态度 包含 有一次呢 这个指下 问孔夫子 这一些古圣先王 遥顺雨汤 他们呢 确确实实德行 可以与天地并列三才 那他们到底是怎么样 的心境啊 达到了这样的道德修养 那孔夫子回答 奉三无师 奉行三个无师的精神 第一 天无师父 你看上天啊 他平等地保护 在这个地球上的万物 他没有说 那个狗我保护 猫我不保护 哪个民主的人我保护 其他的我不保护 没有 第五师在 你看大地平等地 承载万物 甚至于是平等地 化育万物 你看所有的动物 要吃呢 一定是靠大地 它植物的生长 然后长出的这些果实 它才能够去 得到生理上的需求 所以大地为母 因为它滋养了万物 日月无师照 你看日月 它平等地 照亮 天地万物 其实没有别的 就是无师的精神 所以孔老夫子 在礼运大同篇讲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假如我们的团体当中 大家一心一意 就是怎么把团体的事办好 不搞自己的私欲 不搞自己的对立派别 那事情变得很简单 什么事呢 大家都好商量 对事不对人 绝对不 因为自己 好恶 看谁顺眼 看谁不顺眼 让团体有这样的分别心存在 没有 一心一意把事做好 那就省了很多 内部的消耗 那我们从这一段话感觉到 确实 这些圣贤祖宗们 他从天地万物学习 我们在论语里面 也感觉蛮深刻的 你看 夫子看到 常常的流水 就说到 事者如师福 不舍作业 你看我们现在人 把它改成 睡得真舒服 不写作业 这个改啊 都流露出什么呢 流露出啊 现在人的傲慢 对于圣贤人 没有恭敬心啊 你看 以前是提到父母 哇 恭恭敬敬 提到这些圣贤人 都非常的崇敬 因为那一份崇敬啊 他的内心得大利益 因为他对圣人 有恭敬心啊 圣人的教诲 他会把它看在心里面去 结果我们现在 这些圣人的话都拿来开玩笑 他怎么可能会得利 这个 不要说开个玩笑是小事哦 这个有可能都影响了 孩子的心性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要把 孔老父子这些教诲的 真正含义啊 要说出来 更重要的要怎么样 要演出来 当一个爸爸在那里来来 爸爸背几句论语给你听 适者如师傅 不舍昼夜 结果爸爸都睡掉 早上十点才起来 那这个就反教育了 自己假如把那个 一寸光阴 一寸金啊 完全把它演出来 那孩子一听这句话 马上就硬在心里 啊 那就是我爸 那这个孩子就得很大的收入 因为啊 德行感人至深 尤其是自己最亲的父母演出来 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还有夫子 比方看到 这些苍天大树 夫子说 遂寒 然后之松柏之厚雕 哦 你看 都是从这个天地万物 你看松树呢 天气这么寒冷 都不会凋谢 那就代表着 我们人生 纵使面临多少的挑战 我们那个 为人处事 最基本的孝心 最基本的道义 绝对不会有 丝毫的动摇 这个天地啊 也是我们的老师 万物啊 也是我们的老师 所以魏征先生啊 见唐太宗一开头 求木之长者 必顾其根本 欲留之缘者 必俊其全缘 施国之安者 必积其得意 通通从万物当中 得到人生的启发 我们的这些贤圣们呢 他们的谦虚 都在他们的言论当中 表露无疑 而我们看到第一句 你看树木 必顾其根本 当我们看到 根本这样的字眼 其实都要保持高度警觉 今天我们人生的经营 没有找到本 那就变成本末 倒置 不抓到根本 徒劳无功 甚至是 一生都会觉得 非常的感叹 我那么努力 努力有结果 怎么没有好结果 因为没有抓到根本 本力 道才会生 君子物本 本力到谁 根本没抓到的 事业之道 没有办法建立 家道 没有办法建立 所以古圣先贤 抓的都是事物的根本所在 根本抓到的 事半 功倍 好 我们从树上看出来 一个国家 要怎么经营的长久 就是它的根基要炸得老 你看我们看到一棵树 哇 长得参天大树 非常羡慕 其实它真正能决定 它能不能成为一个茂盛的大树 是看不到的部分 哪里看不到 根 它所扎的根的面积 大过于它的树意 当我们在羡慕别人家庭 别人事业的当下 很可能它真正的关键 我们没看到 就是它扎的德行的根 我们没看到 明明它的才华 明明它的能力 就没有我高 为什么它的成就远远在我之上 因为成就跟福德 成正比 没有德行 没有福分 纵使有再高的才华 最后也可能是枉然 但是呢 它没有很高的才华 可是它很厚道 祖宗又有积德 因为它很厚道 所以人家来帮助它 它都感恩 很多善人都聚到它的旁边来 这个都是我们要去分析的 透彻的地方 欲留之原则 这个河川 希望它能够远远流长 根源是它的源头 有没有活水 所以有一句诗这么说到 问取哪得清如许 唯有源头活水来 我们希望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企业团体 他们越来越清廉 越来越有德行 那他们的源头在哪 他们的源头 在我们的以身作者 所以唐代宗先生讲了一段话 讲到君 圆也 君是源头 成是接下来的中流下游 今天这个源头污染 想要中下游能够清澈 不可能 你看唐代宗自己反省自己 要我自己好了 下属才会好 那他能成为一代圣君 这一句话 他的体会就很深 我们很冷静去看 不只是看一个朝代 包含看一个家族 今天 这个爷爷 这个爸爸 假如表现不好 你看他下一代会不会好 有一句俗话叫拍得出呵顺 对不对 这句话 要更深入去想 奇怪了 他的爸爸不好 为什么他会好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力量 传统文化呢 他不是只看到自己亲生的孩子 长辈们都有一个态度 只要跟我同性的这些后辈 我都有责任教他 不然会侮辱了我的祖宗 所以哥哥的孩子 弟弟的孩子 包含兄弟姐妹的孩子 他都会去照顾关心 他们没钱了 没有办法读书了 这个长辈马上 拿出来支持他 很可能他的爸爸不成才 但是他的叔叔 或者他的伯伯成才 他会照顾这个晚辈 拍的撤撤顺是结果 要把原因找出来 不然我们会活得不清不楚 都是有原因在 才会有那个好的结果出来 都不是偶然的 那我们冷静来看看 为什么现在下一代 败得那么严重 你看看到自己兄弟姐妹的孩子 越来越不好了 他家的孩子不关我的事 你看我们长辈的那个心境 在往下 那当然下一代 就越来越不受教了 所以最起码 我们的心境 要把整个家族放在心上 应该要有这个格局才对 那第三句 我们刚刚讲了 施国之安者 必积其得意 要用你的德行道义 给这个国家当榜样 我们一看到 经典当中 国 天下这个字 我们就要想到 大道不弃 大的道理 放诸四海 接着 一看到这个国 马上 在延伸更大的范围 天下 他往下延伸 有家族 甚至到个人 成败 都离不开 积德 离不开 给后世当榜样 当上一辈的爸爸 爷爷 做出不好的事情 下一代你去管他 他说你管我干什么 你又不是我家什么人 我爸爸都这样了 你管我干什么 是不是 他一想到长辈是坏的榜样 他学坏去了 那就一代不如一代 但是假如 父母 爷爷奶奶 演的都是好榜样 他很光荣 他觉得 不能以我的行为 侮辱了我祖宗的东西 这个小到家庭如此 大到一个朝代 都是这样 一个朝代的命运如何 其实开国的前 一两个皇帝就决定了 忠臣出最多的是宋朝 大家去翻那个忠 王诞 王真 这个寇准 哇一堆 都是宋朝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开国的赵匡应 喜欢读书 尊重读书人 因为 开国的皇帝尊重读书人 后面都尊重读书人 读书人最怕一件事情 大家知不知道 大家都是读书人 怎么会不知道呢 最怕人家对他好 最怕人家 推心自负啊 信任他 照顾他 他 不回报 自己难受 这个是读书人 很自然的一种 为人主事的心经 有一个领导人 问夫子 君使臣 臣氏君 如之后 这个领导啊 怎么带下属 下属啊 怎么对待领导 夫子两句话呢 讲得很简单 但是很关键 夫子回答 君使臣 以礼 这个领导人啊 对待下属 非常 重视礼节 礼遇他 照顾他 你不只对他好 他的家庭 他的下一代 你都去想到 你都去关怀到 这个读书人太感动了 所以臣氏君 以终 他的内心里面 我这一辈子就跟定你了 这一辈子呢 绝对不违背 这一份道义 一个领导人啊 是不是 值得跟随啊 可以从他身边 跟了多少老臣 看得出来 假如他的身边 没有一个超过两年的部署 部署流动率太高了 那很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呢 难怕入错行 是吧 难中要去选择领导人 选择公司 也要有判断力 你要看到 这个 哇 身边都是老臣 代表这些老臣 都很敬重他 都很佩服他 他都很照顾他 那这样的领导者 值得跟 君使臣以礼 臣是君以忠 而这个顺序很有意思 先讲领导人 因为领导人的影响力 比较大 而君仁慈了 臣自自然然就会忠 父慈子孝 父母真正用智慧 去慈爱孩子 孩子的善根启发了 自然就孝顺 但假如父不辞了 子就很难笑 你说不对啊 现在的父母 夫妻 竭尽全力爱他的孩子 怎么会不辞呢 这当中就有个关键 这个慈爱 是要有智慧的爱 而不是溺爱 我们刚刚讲到 爱之不以道 是所以害之也 所以我们 面对这些金句 要看得更透彻才行 绝对不是我们 只是我们的想法而已 就透过这些 经教的讯息 讲解 我们的体会 深度会够 广度也会够 有一位老师 给学生写一个题目 叫 我的妈妈 是这个主题 但是让学生自己定题目 你怎么去描述你的母亲 你怎么定题目 都可以 刚好有两个同学 最近母亲生病去世 中学生 结果一个写到 微笑的母亲 为什么 在她的心目当中 母亲都是这样的 一种展现呢 她的母亲 纵使得了癌症 都是热观面对 所以孩子印象太深了 面对人生的这个挑战 母亲还是欢喜地去承受 甚至于在面对癌症的过程当中 把对人生的坚毅 坚忍 同时给了她的孩子 所以什么时候是教育啊 当我们面临人生的一些状况的时候 都是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你看很多 夫妻啊 离婚 可能是 父亲啊 对家庭没有责任的 而 当下这个母亲 假如全部把家庭的责任 给承担起来 她没有怨天油门 她没有哀声叹气 她没有抱怨 当下呢 这一份奸人 就传给了她的孩子 可是假如这个时候呢 她只是不断地抱怨 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可能这个家就完蛋了 我有好几个同学啊 他们家庭呢 都面临这样的情况 而他们的母亲都是一肩扛起 一个抱怨都没有 甚至于都不骂她的父亲 让父亲的尊严 还留在孩子的心中 他毕竟是你的父亲 不要把怨恨啊 传给下一代 让他的人格不健康 这是没有智慧的母亲 所以这个看要看得深远 才可以 后来他的父亲 都被他母亲感动了 都回来忏悔 精诚所致啊 今时未开 当母亲是这样的承担的时候 孩子一有成就了 马上孝顺她的母亲 我这些同学呢 都给他妈妈讲 妈 你已经辛苦了那么久了 我们会赚钱了 你不能再累了 赶快退休 要去跳跳土风舞 还是要去喝咖啡 还是要去读读书 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喜欢做的就去做 我们不能再让你劳累了 真的啊 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 可是当我们面临这些挑战 是这么样的乐观 这么样的有承担 那个是给孩子 一生都忘不了的 人格教育 人生啊 不可能都是一盘好棋啊 但是虽不是一盘好棋呢 我们却每一步都下得有生有色 这个给后世的精神意义啊 特别高 那这一位学生 中学生写的是 微笑的母亲 她的母亲对她的责任 不只是跟她相处的时候 而是能看到 当我不在的时候 我的孩子还是能很好 另外一个女儿 写的是梦中的母亲 母亲已经离开那么久了 她都还没跳出来 老师到他们家去 这个家庭访问 看到的是房子里面 东一个羊娃娃 西一个布偶 孩子的心智啊 还是很幼稚 那自然而然 这个人生的情境啊 它没有办法跳脱出来 还在写梦中的母亲 所以这个爱啊 一定要是理智的爱 那我们刚刚提到 你看上一代有好的模范 下一代 他时时都会效仿 这个朝代就会心慌 因为 赵匡应尊重读书人 他后面的这些子孙 不敢得罪读书人 读书人啊 就敢直